單仲介議員 謝謝主席 剛才黃碧雲都說了民主黨對這個動議的一些質疑 我也想繼續說說對這個動議的一些意見或質疑 在葉劉淑儀的原動議裡面的第一點 裡面他就說具體措施包括 就說由歷屆的國際數學 奧林帕君是由主辦國的元首皇室要員 或者當地政府首長以贊助人的身份 主持賽事的開幕或閉幕禮 故此香港也應該延續歷屆的傳統 由行政長官擔任第十五、第五、七屆 國際數學奧林帕的贊助人一盡地主之言 主席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首先原動議是葉劉淑儀議員 一個資深的過去的公務員 也是現任的行政會議的成員 我相信他也應該有很多時間 可以接觸到行政長官 以及教育部門 如果行政長官或者劉二立素宜 已經跟特首說過 叫他做這個贊助人 而是他拒絕了 那要不需要找立法會過這個動議 來逼梁振英去做這個贊助人呢 又或者不是逼的 是要立法會整定個什麼花大招 邀請梁振英做這個贊助人呢 究竟為何要立法會 其實很簡單 其實動議本身的精神很簡單 我們大家都支持這個奧數 香港有幸做了第2、7屆的主辦 我們應該資助他 應該支持他 行 搞定 給合適的支持 你具體要說行政長官擔任這個贊助人 又找立法會去逼一定請 其實兩個都不合適 找立法會去逼這個行政長官做這個贊助人 有沒有必要呢 是吧 如果他不做 你是行政絕議會議 又要立法會去逼這個行政長官 我不會去逼 是吧 我如果逼得到我也開心 我逼他發牌我也逼不到 逼他做行政長官這個贊助人 那麼我們逼他逼得到嗎 我都不明白為何要過這個部分 要說到這麼具體做這個贊助人 還說彭定康年代 主席 其實這些我不想把它上綱上線 這個問題我覺得動議很奇怪 其實動議很簡單地寫 剛才黃碧雲也說過 又要提供娛樂等等 這麼具體的紀念品 交通小孩服務 這樣 其實很多這些 我們香港做的國際賽事都不是第一次 我們政府也做過很多次 奧林帕克 我們都搞過一兩個項目 賽馬活動 我們都做過 是吧 一些相關的工作 我們用不著這麼具體 一定要求政府做得這麼細緻呢 我希望 我希望劉淑儀 待會在回應的時候 都要詳實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在動議裡面 寫明是他逼過不給 還是要我們立法會去請他呢 至於其他幾個修正呢 其實我覺得 我最支持的是梁繼昌的修正 因為梁繼昌議員的修正 其實是比較好的 我們其實是 覺得應該要均衡發展 一個年輕的時候 應該要有均衡發展 當然我們也有拔子的計劃 但是我們立法會 是不是應該又要辯論文學 又要辯論地理 又要辯論英文呢 英文水平 不過我們也辯論過 中文水平我們也跌過 我是支持發展數學 但是梁繼昌議員裡面 他動議也說得很清楚 我們支持舉辦數學 奧數 但是不應該忽略人民科學的重要性 政府也應該以政策鼓勵支持 各界舉辦不同類型的大型學術活動 和知識推廣 這是一個所謂全面的發展 其實我最支持的一個 其實我們現代裡面 我們有人可能是Nexo 有人可能是Nexo 有人可能是Nexo 我們不能偏重任何一方 我們應該要均衡發展 亦都給予多些機會 我們年輕一代去奮進 主席 我僅此陳詞 我希望我們民主黨是支持 就是袁動議 因為我們實際上 我們真是支持這個香港搞奧數 但是我真是奇怪 為什麼葉劉淑儀呢 是想逼還是想立法會呢 是請梁振英做這個patreon 是想要努力的 那你會說 你會說 我應該要努力的